大家好,今天来到了洛杉矶West Covina这个城市 来看一个六七十万的全新的连排社区 这个城市呢,它靠近很多个华人区 因为它优异的地理位置,现在也算是大半个华人区了 整个这个位置呢,到比如说附近的梅西百货 或者是West Covina的广场,甚至是华人超市 都是在三到七分钟之内 而且呢,这周围有各种餐厅 所以这个楼盘是目前非常受欢迎的 我是在罗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现在呢,咱们看到的是它最大的一个户型 接近一千八百尺的一个三房 刚才呢,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厅 这个厅呢,就是可以用作办公室 两车位的标准车库也在一楼 现在呢,咱们上到了二楼 二楼呢,是有一间卧室,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另外呢,它的厨房、客厅、阳台全都在这一层 所以呢,这个是三房里面的第一个房间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三楼看一下 很多人关心这个房子的持有成本 它的地税呢,最低是1.25起 它的物业呢,是最低185起 所以它相对于持有成本算是周围比较低的 因为现在的连排呢,因为里面含结构性的火险嘛 动不动就是300、400的物业 但是这里呢,最低只要185 甚至比很多社区里面的毒洞都要低 现在呢,咱们上到了三楼 三楼呢,一上来我们看到的是它一个洗衣房 这个洗衣房呢,是左右放洗衣机和烘干机的 所以呢,还是比较宽敞的 这边呢,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面积不小 而且呢,带有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其实它也相当于一个主卧 所以这个房子呢,其实你可以看成三个房间都是主卧 现在呢,咱们再上对面去看一下 对面呢,这里还有一个房间 也带有独立的卫生间 卫生间的旁边呢,就是衣橱 现在咱们进来了 这个呢,其实是它实际意义上的主卧 这里呢,持有成本低 价格实惠 而且呢,到各个地方都很方便 并且户型也不错 如果你是在这附近工作 或者在downtown上班的话 这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更多的信息呢,可以看我的朋友圈 或者单独问我,谢谢